廉價四天很多人跑去看房子 說不曉得的接待中心竟然是爆滿的狀況 可是現在在台北市竟然出現了 是不到1000萬元的預售屋 全台北市最低總價的房子 竟然就出現在熱鬧的西門町 這每瓶的開價是63萬 已經賣出五成了 而現在六都最低總價的房子也出爐了 有四個縣市 甚至他們單瓶的房價只要一字頭 平日上班時間店面淋漓的西門町 車潮依舊絡繹不絕 很難想像台北市總價最低的預售屋 竟然出現在這裡 西門町路建案雖然位在台北市 但是房價不到千萬元 是今年六七月台北市總價最低的預售屋 60萬的預售屋還可以啊 交通方便 我覺得還好是因為畢竟還是單瓶區 應該是有它的價值的 西門町心案開出六字頭房價 民眾認為還算合理 不過能夠當上全台北市最低總價的房子 還是因為坪數小壓低總價 一樣這間西門康定路建案 七月到現在銷售已經將近五成 因為價格甚至比周遭中古屋行情還要低 我現在所在位置是萬華的中華路一段 因為這邊靠近西門捷運站 所以中古屋房價都相當高 這棟屋林十五年 每瓶要價將近七十五萬元 往旁邊走幾步路 眾多大廈屋林不到十年 今年成交價甚至每瓶超過八十萬元 中古屋的產品最主要是產品類別的不同 有些算是舊公寓 但是在未來可能有都更 跟偽老改建的一個話題性 他可能會把他的房子的價值再墊高 盤點其他六都的最低價預售屋 位在新北市三支區的日出不老莊園 總價四百萬元有賬 至於高雄市和桃園市甚至都不到三百萬元 其中高雄林園區的幸福真品第十六期 總價最低只要兩百六十八萬元 單價每瓶十四點八萬元 而桃園市觀音區的觀真 則是單價十四萬元最親民 至於全台最低價預售屋 高雄市建案更是占了一半 總價四百萬不到 對於小資族自備款一百萬元內 也能入手買房 多半是在林園 大寮 還有小港地區 他都是在偏市中心以外的 城鄉之間的落差跟區段的選擇 讓消費者可以做一個評估 不過評價建案畢竟不是大多數 主技術最新公布 過去十年六都房價漲幅已經高達76.7% 在需求持續看望之下 房價恐怕還是一漲難跌 有七萬元 有七萬元 在市場上進行為 要從一旁到五月 多半分 有七萬元 有七萬元